5月15号早晨9点55分了 今天是礼拜天了 今天我们这天不错啊 西班牙巴塞罗尔今天天不错 给您看看这个 俄罗斯的卢布过度发行 和泛滥性的 这个发 这个发放的话 可能对整个俄罗斯的金融市场 甚至是实体经济 是一个潜在 不可调控的 风险点这里可以延续到 当年的泰铢就是 货币机制的失控 导致了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衰退 那么俄罗斯可能也出不了 这个连环套 所以俄罗斯现在 我个人的感觉有点过于乐观了 纲估了卢布的能量 而未来国际货币的规则和准则 还是需要国际社会来认可 需要俄罗斯政府来背书的 而现在这种背书和认可 都国内外都没有 所以俄罗斯卢布的交易 对整个欧洲市场的影响 尚难确定 国际货币体制最大的 那个主导力量和能量在身上 在美元身上 人民币可以替代美元吗 人民币可以支撑卢布吗 人民币和卢布的身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都是不可对话货币 而人民币只是比卢布多了一个功能 我们叫SDR特别提款权货币 而特别提款权货币 只是一个记账的符号 它不是结算交易储备功能的唯一 如果想用人民币卢布去替代美元 这个是遥遥无期的 而且是一种想象力很强的理想化模式 并不是现实和未来可以期待的结果 我觉得大家都要把这个本质给搞清楚 对对对 真的什么声音都有 对 声音要看主流 要看专业 没有主流和专业 舆论就是一个空话 而且就是要炒作你的 要调动你的情绪呢 哈哈 说的对 要调动你的情绪 炒作你 民族情绪啊 人民币啊 中国和俄国啊 连起手来啊 我国内的某些亲属都是这种观点 啊 然后老是散布阴谋论 说美国如何的邪恶 这完全不是事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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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